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星巴黎 我是星巴 NBA今年未來的賽季 因應明星球員大牌球員 輪憂計劃作出一些改動 好像之前已經宣佈了 未來這一季 如果常規賽打不夠64場或以上 就不可能獲得任何獎項 最有價值球員、最佳進步獎 NBA一隊、二隊、三隊都沒有這些球員份 想增加球星落場打球的次數 這對球迷來說是好事 另外早上星期NBA又宣佈了 關於負荷管理、low management 每一隊球隊每一場球 只可以 休息 每一隊球隊 每一場 最少要有一個球星落場 打球 那什麼是球星? All Star Players 過去三年入選過全明星賽 或過去三年 入選過NBA一隊、二隊、三隊的球員 都是包含 明星球員的 條例入面 所以每一隊球 每一場至少要有一個 明星球員落場打球 這個條例出了之後 當然對我們球迷是好事 因為我們 給錢買票入場看球 都是想在明星球員 有時候進去 一個都沒有 那就真是很慘 你需要 需要知道一場球票 都不是便宜的 坐山頂那些都要幾十美金一張票 如果坐在場邊 球員 後備席後面的球員 那些座位 隨時要幾千美金 如果買了那些票 進去 一個明星球員都看不到 都真的頗 很傷心 所以NBA為了保障球迷 入場可以看到明星球員 所以就立了這個條款 但立歸立 其實所謂的 明星球員 在 一隊球隊中 要多過一個明星球員 在NBA三十隊球隊之中 其實只有十五隊 我不逐一數出來 看看來季 球隊管理層 如何鼓勵明星球員 多點落場打球 好了 先打開卡 打開兩包 Cherry collectable 寄來的卡 這包 這包是 磅咽咽咽咽 應該都沒有太多卡在裡面 開來看看 首先看看這包 是籃球來的 應該都是 每日平價的BREAK 現在 買了馬刺的 這是Devon Brissett 的 Red White Blue 是 2223年的PRISM 另外 還有這個 我不懂得讀他的名字 不知道 還有沒有在NBA 接著打打球 另外這個就是 Malakai Branham 和Briggs Wessley 另外這張也是每日平價Briggs中的 就是Crime Royal的亞洲版 這張是Tim Duncan 叫做Handcraft 有一個NBA獎盃 看看還有沒有籃球卡 也是足球卡 這張是OKC 雷霆隊 這張是Jalen Williams Jalene Williams Chad Holmgren Joss Giddy 還有Lew Dot 這些卡都是沒什麼特別 這個應該是Mosaic 買了這個 這個叫做 丹佛金塊 對了 看看還有什麼卡 Christian Brown Jameel Murray Payton Watson Stairmaster的Jameel Murray Payton Watson 還是沒有什麼特別 接下來是Nicola Jogic 的Montage Stairmaster 另外是Reggie Jackson Mosaic Mosaic 接著是這包 這包 Reggie Jackson的Red Mosaic 紅色 Payton Watson 另外是Nicola Jogic的Red Mosaic Christian Brown 和Jameel Murray 都是沒有特別 看看這張 這張就是Stairmaster 的Nicola Jogic 限量99張 這張都很漂亮 另外就是 Michael Porter Jr. 這個應該像粉紅色 限量149張 限量149張 另外就有天買了 這個尤他爵士 就中了 Carlos Buza Choice的簽名 都是無神特別 然後就足球卡為主 然後就應該全部都是足球卡 這個就是 Chron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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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gio Moreno 這個就直接不會讀 另外就有一張 Lewis Sinistera 的Rookie 烈斯烈的 就是這樣 另外 這個也是Chronicles Fernandez 第一張 這個就是 亞美尼亞的 Fernandez Fernandez 的Rookie卡 好 然後就是這個 就是impeccable的Case Break 來的 買了駱靜鹹森林 那就是 有些什麼可以中 中了一張 這個 Morgan Gips White的 求意卡 綠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 限量66 65張 那這張呢 11張 不知是否它的 Jersey number 呢 另外呢 就中了一張這個 Oreal Morgan Gala的簽名 Impeccable Stars的簽名 那就是限量49張 那就是3號的 都算是這樣 一個Case Break 裡面中了兩張卡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 那接著呢 這個 就 Sara 那 那怎麼中回來的呢 就是有一次 他 參加了一些 Break 那他就 回饋 那些人 因為 有時候 足球卡 都不是人人對的 真的不是人人對的 那很難呢 先湊夠到 嗯 買到 就是 齊人開Break 那所以 他就 為了答謝我們 那些人 湊夠開到那個Break 那所以 就 拿了一包 他們自己 Pack 那個叫做 Cherry Pie 的東西 那 就剛好 就抽中了我 剛好 就中了這個 這個 無可密得 Sara 限量呢 就是49張 這張就是 Immaculate 都不錯 好 接著呢 就開這個 女子足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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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聖巴連女子足球卡 都玩了 通常是買 拜仁慕尼克的 因為拜仁慕尼克 裡面有一個 日本的 女球員 在那裡 我想種一下 他的限量卡 和他的 簽名卡 那樣的 好像 在Cherry 還沒種過 但是呢 就 偶爾買了 這個 奔菲家 因為 奔菲家 只需要5元澳幣 也很值得 但是 那些球員 就 他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 就像這兩個 這樣的 這張 Rookie 這張 就是 就是這樣 好 現在看看 拜仁慕尼克 看看哪些球員 這個是 Leer Sruller 另外 就是 Francisco Kurt 另外就是 這個 Sidney Loman 就完了 這張 就是限量的 數碼卡 限量250張 這個 藍色的 Mojo 這個就是 Georgia Stanway 都是 他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 然後 也是 拜日 無尼克 的 就有 這個 Kalaboo 這些都是 都 種不到一張 日本 那個 國腳 沒有 好了 就這裡 看看有沒有 拜人的 先 看一看 好了 都是這個 Linda Dorman 就是這個 日本的國腳 Saka Saki Ku Mega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張就是 Reflector Reflector 來的 想種一下他的限量 或者他的簽名 但是都是 事與願為 但是幸運的地方 就是 有一次 Cherry 它就會 Randomize Random 呢 他就選了 車路士做 這個 Random 就是 Random Random 之後 還會 有 車路士 幸運 就中了 看一下 車路士有些什麼 厲害 這個是澳洲 球員 都厲害 都出名 Sam Kerr 這個 就是 Erin Kulbert 這個 就不太懂 它 接著 還有一張 號碼 Jasmine Flaming 限量 199張 基本上 每個 Brick 都是開一盒 一盒 都中了幾多 Bass Card 這個 就是 Lauren James 這個 Pernille Harder 這個 就是 Jesse Framing 只中了這些 insert Card 那些 一概欠逢 但是 不要緊 還有一張厲害的東西 就是 這個 Sam Kerr 的簽名 限量 25張 真的 都很難得 很難得 差一個號碼 他穿22號球衣 差一點 就是 Jersey號碼 好 好了 重溫一下今期星班有什麼卡 可以中了 就是 卡羅斯布莎的簽名 這個 Oreal Mangala的簽名 還有 沙拉的 Immaculate的 卡 另外 最厲害就是這張 Same Kerr 限量25張的簽名 好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都喜歡 星巴的影片 麻煩大家按讚 訂閱和分享 按鈴鐺 有新片 就會通知到大家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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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